这是我来到三亚住的第四个酒店 一来三亚住的有第一个是博瑞,绿地博瑞 那个酒店我非常喜欢 然后我在那边跟朋友也拍了一个视频 我喜欢那边的环境吧 就住起来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安静 不像我现在住的酒店啊 这个酒店其实离机场非常近 因为我明天早晨就要赶飞机了 也是嫌麻烦 然后除了绿地博瑞之外呢 还住了一个,那个酒店我觉得住的 可能是我这次来三亚住的最贵的酒店 其实每次过一天 我都觉得钱包里这个血淋淋的感觉 好,就是有点压力 然后还住了一个高尔夫酒店 那个酒店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破 中间呢去打了一下高尔夫 就是觉得这时间过得没有那么快 就是可能是每天做的事情太多了吧 那我一来的时候就录了一个视频 当时视频的片尾我是这么说的 我发现可能我跟其他人不太一样 就感觉有点格格不入 甚至说我的价值观是错的 那今天我们就讲一下吧 是时候了,再不讲没时间了 不过很难讲这个事儿 可能我这个从一出生就已经定了,定性了 我对现在价值观和视频观呢 在经过我人生这样很特别的一种旅恋 试炼嘛 我觉得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已经形成了 为什么我说我的这个价值观 有点跟别人格格不入 甚至是跟主流没关系的 我觉得我活着的目标 就从一出生开始我不会把这个目标设得太高 所以我在我人生前半生已经提前实现了 时间之后就再加上我是一个很朴素的家庭 长大的嘛 如果大家会之前看过那视频 我经常不是说回到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吗 倘若大家会真的看我视频 或者说你没看 那你现在看一下我住的地方 就是小平房 当然现在拍到的这些画面呢 大家看到的时候已经是我不住了 已经是我离开了很多年了 小时候二十多年前啊 就是在那边 在那边也生活了二十多年 我人生可能到现在为止过半吧 还没到四十岁 但是那个地方我住了二十多年 所以从小到大 对我的这种影响还是比较深远的 我没有太多的欲望 现在人 比如说大家伙平时刷刷视频 你看看很多这个鼓励大家的话 都是什么 挺多那种励志的 可是如果你们经常看的话 就是听一些这个鸡汤 你会发现即使你听了无数的鸡汤 你也不可能让你的生活啊 就是变得忽然间那么幸福 或者说你一下子就坚定了你的这个奋斗的信心 这个很难 可能说到这儿的时候 大家火还是有点晕 什么意思 你究竟在讲什么 我这个人每次拍视频的时候比较慢热 就是相当慢 大家理解一下 为什么 就是说我的性格 包括我这个生活状态 就是没有那么 或者说在视频当中呈现的那个形象 没有那么激动 就是没有那么阳光 就是非常阳光那种 很少 多数时间 大家伙可能对我的评价是 就是这个人比较负能量 负能量怎么说呢 我不是说没有过这个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我也是 也是热血少年 热血沸腾的每一天都有 因为那个时候心中装载那个梦想 就是我还没实现 因为每个人家庭是不一样的 我想看我视频的大多数 跟我少年时期是差不多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 那我们追求的是什么 努力工作改变命运 改变自己的家庭 对吧 这个是每一个人活着的 多数时间的一个动力 可是我们互联网越来越发达 你会通过互联网看到很多 也许很多人没有通过努力 就实现了一些事 你甚至看到了很多 跟你完全 八竿打不着的人 他们的生活状态 那你心中会产生一些对比吗 对吧 我心中 我也产生过对比 我真的产生过对比 我觉得那一开始对比 最简单的 有钱 是吧 我们很多人的工作 哪怕是工作 可能很多人的目标之一 肯定是把钱赚到 而我 在几年前已经失去了这个动力 这是个很严重的悲剧 那大伙先不要觉得很奇怪 只是对我来说 是个很严重的人生 或者说性格当中的缺失 你看连赚钱动力都没了 赚钱动力都没有的时候 其实能说明很多事情 每个情况不一样 我是这样的 很多人赚了钱 可能想买更好的车 住更好的房子 或者交更多漂亮的女朋友 对于男生来讲 是吧 还有就是 想买他想要的一切 想吃他想要的 吃的东西 我对这些的需求 或者说渴望程度非常低 是吧 有人说 你不想赚很多钱 买到豪车吗 我这人对车的概念 我先说一下 我曾经出国留学 读书 时不时的身边有一些 比较有钱的人 像宾利 劳斯莱斯 奥迪R8 兰博基尼 或者说法拉利 那些豪车我都开过 就是英寸 阳差的开过 试驾过 我并没有觉得那个东西 对我来说 有多么重要 我甚至没有觉得 那个东西 在驾驶的时候 有多舒服 我想更多时候 那样的豪车 很多时候 它的社会属性 它其实就是一个奢侈品 是让别人看的 自己驾驶的乐趣 可能是很低 在我们中国开车的话 线速度50 你速度可能起不来了 我经历过那些之后 我对车的欲望 就没有了 就是说 我没有那个虚荣心 说我开一豪车 我给谁看啊 我开一豪车 我让谁坐呀 我也没有那个想法 我甚至不觉得 那个是一件 挺有意思的事情 我甚至觉得 挺尴尬的 可能是我性格太内向了吧 你看 买豪车 动力就没了 租好车动力也没有 租给谁看呢 是吧 显摆什么呢 我不爱显摆 是吧 那 不想买车 那房子呢 房子之前 我出了很多视频 都讲过这个事 很多人可能是 想找个好工作 他有一个人生中 很大的目标 就是买一个房子 住过大点的 装修 是吧 可能由于我也是 又出个国什么的 我虽然说在国外 长期住的是公寓 但时不时的也 就是还是面遇一些有钱人 我看过他们的家 看过那种非常奢侈的 非常舒服的 非常大的 就像宫殿一样 是吧 什么都建了 他这种生活 我倒是挺羡慕的 可是那个目标呢 对于我来说 我的人生 按照我现在这个 状态 你是无法实现 对吧 你实现不了 你干嘛就是 一直纠结自己的那种情绪 让自己弄得 很糟糕 是吧 我很喜欢那种 我做不到 我按照现在 规规矩矩的 做事情 我是做不到的 那我就放弃 我也没有那家庭 我没有那个命 所以我是认命的 是吧 我认了 豪宅我不住了 后来 我们也不说豪宅 就是现在 也是因为小时候的教育 我就住了平房 是吧 一开始你们看到了 后来 大学住宿舍 是吧 宿舍就 四个人挤一间屋子 高中的时候 八个人挤一间屋子 是吧 就很糟糕的地方 我也住过 然后 去工作 工作上班的时候 是吧 也出差 我住那15块钱 一晚上的宾馆 晚上睡觉的时候 那个蟑螂爬来爬去的 我也住过 多么糟糕的 我都住过 很好的 我也住过 我也接触过 我在回忆 我住什么地方的时候 我特别的开心 还是有 其实我开心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 这个地方不需要很大 是吧 能住就行 关键是 要有一个 我能够专注 做事情的地方 而我后来 琢磨了一下 我需要的地方 仅仅就一个小房间 就可以了 我在加拿大 住的时候 就一个小房间 之前在加拿大 还有点这个 钱的时候 自己租的时候 自己租了一个 那个 一室一厅一弹 是吧 就是一个书房 那个时候 其实就卧室 客厅 一个小厨房 没了 住的非常舒服 我觉得那种生活 很惬意 然后在美国住的时候 住一个特别大的房子 我有两个房间 就是那房子非常大 还有院子 我也没感觉到 多幸福 我没有 没有太多的那种 觉得 有任何的优越感 忽然间在这儿起风了 风非常大 我不知道再录下去 能不能听清楚 但是我坚持一下吧 也录了不多长时间了 买房子没有动力 房子也不会给我提升幸福感 然后买豪车更没有 我喜欢的车 其实就是一辆 现在开着已经有了 实现了 喜欢的车实现了 房子没有 然后你说追求女孩 什么东西 我对这方面 我看太透了 曾经可能是 感情相对来说 比较丰富 再加上我是一个 很喜欢艰苦奋斗的 当时在网上看一句话 我觉得这句话 特别适合 他说 人的灵魂啊 一定是需要通过独处 才能够升华 因为现在太多人 可能已经是 完全过于主流了 你说找一个跟你 你又不喜欢车 又不喜欢房子 你说 这两个条件 其实已经限制了我去 是吧 很多人说 你怎么不结婚什么的 就是现在就是 车房子 婚姻 很多东西都连在一体的 我对前两者都没有欲望 你想想 而且我这人比较喜欢自由吧 就是过日子 自己可能过惯了 就喜欢一个人 那种一个人的生活 有的时候 他确实挺孤独的 可是孤独之余 你完全可以做 自己想做的事情 你不会因为 因为别人的需求 别人的想法 你要改变自己的想法 那样我觉得相对来说 算是人生的另外一个过程 但是 我其实特别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比如说你们想去结婚的 或者说已经结了婚的 请问大家 这个 结婚意味着什么 婚姻给你的生活 带来了什么改变 无论你是男生女生 都可以聊一下 因为我看过太多 结了婚之后 有离婚的 结了婚之后 因为孩子 放弃了自己的人生 理想 有人说 这可能就是人生的一部分 但我一直觉得 人生其实是个选择 是吧 你可以选择 不去做一些 别人一定要做的事情 我知道我这样的一个 价值观和想法 可能跟太多人 不太契合 我这人可能就是 因为年轻的时候 我的人生比较跳跃 就是真是这句话 我这个视频 只适合自己 但是我依旧愿意 给大家分享 我的人生 没有那么完整 是有断层的 家庭方面我不说了 我是说我自己的人生 我小时候 是跟姥姥姥爷长大 也许很多人跟我一样 是的 多数时间 应该是跟爸妈妈 对吧 当然也有跟我一样 也挺多 然后上学的时候 我是初中在一个城市 高中在另外一个城市 大学在第三个城市 你看我那个时候 也没有什么通讯 信息 没有什么手机 像现在 同学 留个电话吧 我们没有 小时候的同学 我不认识 记不住了 初中的同学 我更记不住了 是吧 然后高中同学 那个时候 在另外一个城市 三年 然后为了高考 豁出去了 什么也没干 当时为了学习 就为了高考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为了高考 就豁出去了 也没有留下什么 能够联系到的人 大学 有时候大学总可以的吧 上完之后 我当时犹豫啊 我得提前出去打工去 毕业之前写论文的时候 就去找工作了 结果特别遗憾 我上大学的时候 因为我太忙了 那时候 在兼职嘛 毕业证都没照 毕业证都没来得及照 已经结束了 这个可能是我人生当中 非常大的遗憾 然后工作中 我还是那种 就是说 执行个 得罪领导 我也受不了 后来一怒之下 出国了 一出国就十年 你想想 那大学 肯定也不认什么人了 是吧 我很多社交圈 全在国外 然后又因为家境 又从国外回来了 国外的人 这个相互联络 也越来越少了 就算是我半辈子 每个地方 都相当于 这个蜻蜓点水 过了 留不下什么 太长久的友谊 但是后来 我发现 这也是个好事 很多人可能因为友谊 这个 有人发达了 是吧 有人过得很舒服 但是也有很多人 因为友谊 比如说出现问题了 过得也不容易 所以我并没有 因为我这人生 比如说我可能是 认识人不多 就生活中 没有那么多交集 我感觉到很孤独 反而我觉得 是一种释放 是一种 什么放荡不积爱自由 可能就是适合我这种人 不爱赚钱 不爱社交 是吧 对有些追求 我是可有可无 无所谓 所以我就彻底 沦落成了一个 没有动力 没有 志向的人 再加上我的梦想 太简单 是吧 小时候失线了 买辆车 就是我的梦想 是吧 能买游戏机 自己玩也是梦想 我没有其他 太多梦想了 以前 说的是环游世界 后来我发现 我走来走去 我很多地方也去过了 我也没有觉得 去到那个地方 我站在那里 拿个手机拍张照 哇 我来到这儿了 我多么的自豪 也没有 我现在失去了一个动力 失去了一个活着的意义 甚至有的时候 我会跟别人说 我已经差不多了 可以瞑目了 这种 当然了 大家会现在看到 我的状态 是此时此刻的状态 也许 过段时间 过上几个月 过上几年 我忽然间 我又明白了 我另外一个追求的东西 我有一个东西要追求 那我觉得 可能就 又不一样 那 在那个之前呢 我还是 就做四集好了 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人生状态 是好是坏 我也 没有说 给国家添乱 我也没有 给我家庭添乱 是吧 我也很努力地 养活自己 我现在自己 养活自己 没有问题的 是吧 我也希望 这个视频 给大家添堵 就是为什么 我的价值观呢 跟社会主流脱节 其实可能啊 主要原因就是 我的人生经历 有点特别 该经历的没经历过 不该经历的全经历了 让我前半生就意识到 我可能现在已经是 五六十岁的一个状态了 生无可恋 大概就这样子 希望吧 这部视频 大家看完之后 也可以想想 关于你们自己的人生经历 你对我的评价 也可以啊 写在评论下方 没有问题 这个就是我 先给大家想分享的 就是可能是比较 简单的一种 迷失自我的情况 就是因为这样 我就变成了一个 很简单的人 简单到 无毒无害 也希望大家 愿意跟我这人交朋友 愿意跟我认识一下 也愿意看我每天晚上八点半 直播带货的内容 也希望吧 我其他不多说了 今天就这样 祝大家生活愉快 拜拜 拜拜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我们在哪儿现在 现在咱们在亚伯仑产业园 科技感特别强 听了整整一篇关于我这个价值观的这个迷失 我们现在就看看价值观正的人 他的一个工作状态 进攻参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